自己一个人太孤单了 真的找个饭 我这么自己个人家 死到五个人死了 孤单大妈来相亲 说到伤心处竟声音哽咽 今天和她相亲的是同样孤单的杜大 杜大爷今年65岁 一见面 红娘就发现了一个问题 刚才就是咱俩在外面 我也没来得及说 你那个嗓子 我想有吸肉啊 你是因为有这吸肉 就说话稍微有一点这个 对啊 不是一伤活 一感冒 她就是说话 哑得厉害 原来杜大爷的嗓子上长了吸肉 所以说话声音比较沙呀 之所以不去做手术 竟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就是自己挂一个老太太教授 她说对吧 最好你别手术 你这要是这么嘎 要如果是有意外的话 那你可能说不了话了 她这么说过 我就没敢手术 好在这个吸肉对身体的影响不大 只需要每年定期复查就可以了 其实对于身体健康这一块 杜大爷非常重视 因为十年前 老伴就是因为脑出血突然去世的 对于未来的老伴 杜大爷最在意这样一件事 了解了杜大爷的情况后 红娘想到了一位合适的大妈 李大妈今年六十岁 如今自己住在一套六十多平米的房子里 但是她却很少回来住 那你老家是哪儿的 我老家是败三年 对稍微有一点 我过了十年了 过了十年 就是这十年 其实你一直在长春当保护来着 对 我现在照护了九十五 你现在还在干活啊 干没 虽然李大妈现在已经开始领退休金了 但她仍在外面打了一份工 赚钱帮儿子还房贷 李大妈告诉红娘 其实她这一辈子也没想过什么福 我头本身我也没想到福 你猜我多大 我三十七岁就连孩子过 俺家他四十二十一年 李大妈年轻时就死了丈夫 是她一个人把儿子拉着这么大 如今儿子已经有了稳定的工作和住房 李大妈也渐渐意识到 自己已经不再年轻了 对于未来的老伴 李大妈的要求非常简单 了解了李大妈的要求后 红娘决定马上拍两人见个面 杜大爷把昨天招待红娘的四项水果 一样没了都给李大妈拿来了 经过简单的介绍后 二人对彼此都挺相众 接下来李大妈提出她最介意的一件事 李大妈最建议男人喝酒 但杜大爷却是滴酒不沾 对于杜大爷抽烟这件事 李大妈似乎并不在意 接着杜大爷又说起自己有高血压的毛病 没想到李大妈也是完全不在乎 见李大妈如此的善解人意 杜大爷又说出她最大的一个毛病 那对此李大妈又是怎么看的呢 看来李大妈对杜大爷是真相忠了 杜大爷身上的所有毛病 他都全盘接受 可接下来杜大爷又提出一个问题 我家里头一时一停的 我那是顶上六楼 那前孩子他妈去世了之后 孩子就得变成他的名 但是我跟孩子这么说的 就是将来你就是找老伴给他住 我说的就是我先没了 你能不能也就搁这家住行 他说的啊 搁这住行 说白了杜大爷就是没有房子 因为自己的房子已经更名到女儿的名下 可一般的大妈对此都会比较介意 但李大妈却再一次表现的与众不同 那不介意 介意干什么啊呀 你早会儿等没那条不是 你困点就 你像我这个早会儿是儿子呢 儿子像我儿子不总回家 两个住一样嘛 李大妈甚至压根就没打算去杜大爷那边住 你要不说咱俩在那儿 我把三人房住出去了 那边卖卖不值钱 那也是六楼啊 七十多平 见李大妈如此的通情达理 杜大爷也拿出了自己的诚意 生活上都是以我这个钱为主 吃菜吃乎的 尽量嘛 不动 你你你你自个儿有啥钱 你自个儿 搞的 别人是你有病了 你我还是钱不住 咱就也别找孩子 你妈你还有点突兴金 也有几万个钱 他咋也把病看好 讲来呢 就是说这个 你要是咋俩过呢 我手机顶上 你随时就是我睡觉了 你这手机你一扒了啊 这一月开支了 咋我多钱咋我 是花都有名帐的 你说用 你如果手机坏了 买手机是你 你就拿这个钱 你就够 你就买 杜大爷一方花下来 让李大妈心里顿时就暖暖的 我不管 我不是那人 我只是挣钱 不得花钱 我是一种人 挺好 此时二人是越捞越投机 李大妈甚至已经开始计划 二人以后的生活 你现在就是 还要做保姆呢 伺候一个95岁的老太太 咱俩先出头呢 干活咱俩要给他 出的行了呢 完了我再不干 对于李大妈 伺候老太太这件事 杜大爷说出了他的想法 就是说老太太 啥钱走了 你啥钱不干 我为啥这么说呢 你老太太90多了 你再找人 没人能干 之后吧 你就帮人忙了 他说给钱多少 他我倒不问 他就说一理 你就帮忙了 杜大爷本来 就是一个热心肠的人 他的这个观点 再次得到李大妈的认可 这也是老个儿行 挺同意大点 大伙帮我孩子还贷款 你这个做母亲的挺好 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 句句也都说到 对方的心坎里 见时机已经成熟 杜大爷已开始 对李大妈进行表白 有时候说吧 说太漂亮的话吧 虚也没有用 你就说吧 真心说的 就是不得劲的 就是别往下说 就是说 你照顾好你就完了吧 行 我是说没有 我只要自堂自业就行 见二人越聊越投机 越烙越热乎 失去的红娘 马上站起身来 打算全身而退 觉得你俩聊得也挺好的 拿来 先慢慢点 醋子吧 对 先醋子吧 我就先撤了这个傅 对着陆爷非常熟 他回去又方便 把你们在这 再好好聊聊 有些话 就面对我们 不好意思说的 可以再了解了解 好了 今天的相亲就到这里 老铁 你说杜大爷 到底会不会留下来 欢迎留言讨论 咱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